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等着一节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1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骗局吧 聊一聊随管义,聊一聊顶义峰 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里面谈到过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周处除三害》受到热捧 这其中里面就说到了邪教洗脑 他的这个对人的控制 片中的那些受骗的人,各个亲戚所有 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这个教主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电影夸张了 实际上啊,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现实生活中的骗局啊,比电影更加生动 更加活灵活现 所以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 一直以宇宙能量大师著称的金融圈的投资大师 隋广义和他的鼎一峰 今天网上《网易财经》刊登了一篇文章 是由这个清流工作室出品啊 他的标题叫《邪门鼎一峰的盟友》 宇宙能量大师和妙可兰家族的秘密 说的是宇宙能量大师隋广义 他利用鼎一峰啊 如这个妙可兰家族之间的这种交易 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啊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 隋广义以道教大师自居 创立《禅艺投资法》 其承诺的收益率至高令人炸舌 实际上就以高额回报来吸引大家投资 他的产品啊,宣传三年期产品能达到300%的收益率 所以信众们呢 被他洗脑的这些所谓的投资人纷纷掏钱 根据这个鼎一峰官网宣称的啊 他资产管理的这个市值啊 累计超过千亿港元 实际上这也是一颗不小的雷啊 根据这个香港证监会在今天2月26日表示 已对香港鼎一峰控股啊 就是00612前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隋广义 及另外20名人士展开法律程序 指他们涉嫌在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 操纵鼎一峰的股份 并寻求向投资者做出赔偿 其实啊,这个鼎一峰啊 在香港证监会发这个公告之前 已经被深圳的监管部门两次点名 深圳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办办公室 在去年2月和11月两次发布 关于鼎一峰相关业务的风险提示 大家很好奇啊 既然宇宙能量大师C广义 靠着这个长翼投资法啊 吸引了大家的这个投资 或者叫认购原始股权 这名字不重要啊 还有什么期权 他圈了这么多钱之后 到底干了什么 这个钱去了哪 这个恐怕大家比较关注 根据清流工作室啊 他们的调查 发现C广义啊 他圈的这个钱 在香港的资本市场并非鼎一峰控股这一家 一个不被大家关注的细节是 2020年开始啊 C广义逐步买入00989 并改名为华英国际控股 这个00989啊 大有来头啊 它是由东北女富豪柴秀的女儿 叫崔心童控制 那么这个柴秀家族啊 他手上还有叫奶酪低谷妙可兰多 在A股上市的啊 叫600882 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再查资料 这个妙可兰多到底干什么 根据这个清流工作室 独家调查发现 这个实际控制人崔心童 在将00989控制权 卖给C广义之前呢 首先是把三十公司 大量的资产给变卖了 尤其是在香港的一些物业 还有在内地的物业啊 其中一批在吉林省的物业 1亿港元的低价 卖给自家亲戚 这个控制权的交易啊 让C广义 把从信徒中募集来的这个资金 有相当的一部分 流入了这个财秀家族 最终换来的是一个空壳上市公司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00989啊 被他的原来的实际控制人 叫崔心童给掏空了 瘾子已经没了 把这个空壳啊 卖给C广义 那C广义拿了这个空壳干什么呢 大有用处啊 C广义通过00989开始 搞起了长白山文旅项目 通过媒体宣传 PR文章来大肆宣传 他的这个文旅 这个投资啊 其中一个项目 更宣称投资 55亿巨资 同时这个记者调查出啊 这个00989 他的股东里面 出现一位柴秀家族的老朋友 香港股神任德章 这个任德章什么人呢 这个任德章是00989 最初上市的原始股东操盘手 他把这个00989 玩完之后 挣了一笔钱 然后把这个壳转手 高价卖给柴秀家族 现在柴秀家族又把它卖给隋管义 这个时候00989 这家公司的最初的这个股东 又回来了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当初是他高价卖给柴秀家族的 现在他又跟隋管义一起 又来买回这个00989 而且控制了9%的股份 这个就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好马不吃回头草 对吧 已经卖掉的 他现在又买回来 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这个东北的柴秀家族啊 是以乳液发迹 后在A股市场通过借壳 将奶液资产运作上市 并更名为妙可兰多 被称为奶酪第一股 同时柴秀家族还经营房地产 2013年呢 柴秀的女儿崔心童 买入当时的港股 叫润顺通信 实际上就是00989 并掌握控制权 然后把它更名为 广泽国际发展 2020年8月 隋管义的通过 鼎一峰旗下的BY公司 就从柴秀的女儿崔心童舍中 买入了广泽国际 也就是00989的股权 持股比例达到17.58% 这个柴秀家族啊 就通过这笔交易 从隋管义这套现 2.5亿港币 到了2022年 隋管义多次啊 用手中的这些壳 去接盘柴秀家族的股份 合计持有989 膳市公司股权 打28% 成了第一大股东 通过这一轮出售啊 这个柴秀家族 总共出售33亿股 据统计啊 柴秀家族 套现金啊 从这笔交易中啊 套现16.8亿港元 自从这个顶一峰入址后啊 这个989股价一路下滑 从当时接盘 一度涨到0.78港元的股价 到现在啊 只有0.053 就是五分钱一股啊 已经跌掉了93% 所以这么看的话 柴秀家族 是装的盆满盆满 在高位精准套现 而鼎一峰 将资金交给柴秀家族后 埋在了山顶位 根据记者调查啊 那这个隋管义 通过鼎一峰 买的这个989 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被柴秀家族 掏空的一个壳 当年啊 柴秀的女儿崔心童 将989原有的 移动通讯业务 卖掉 置换出去了 然后收购一家物业公司 就是将这个通讯业务 置换出去 置入这个物业公司 做房地产开发 改名为广泽国际发展 跟着官网透露 这家物业公司啊 主要资产 维持有 吉林省广泽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 35%的失益权益 而这个吉林省 广泽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它有什么资产呢 它是持有未入 中国吉林省白山市 14块相连土地 总地盘面积约 66万平方米 这个白山市啊 就在长白山的脚下 东北这个地方 什么情况 大家也知道 我记得万达啊 在那搞了一个度假酒店 据说投了100多亿 我还去过 不知道现在经营情况什么样 根据清流工作室调查 部分地块 目前有广泽旅游旗下的 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 但情况不容乐观 公开信息中 这家房地产公司 因未支付供应商款项 而诉讼缠身 已经被列为 实信被执行人 这个经常看咱节目的 应该不陌生了 你扯到了房地产 那就好不了了 再加上又是东北 那更好不了了 清流工作室发现啊 在将该善事公司 实际控制权 卖给隋管一之前 崔心同已将 值钱的项目变卖 更有部分 以几乎免费的价格 卖给了自己人 你比如说啊 2020年初 广泽国际控股 卖掉了位于中国香港九龙湾 长月道九号广场 企业广场第一座 第二座 及第三座的二十楼 以及几个停车位 这些物业 是广泽较为值钱的资产 香港的停车位 香港的楼 那价格不菲啊 卖了多少钱呢 一共是3.05亿港元 这个钱 肯定是转走了 就向他们把资产掏空 广泽国际控股 又作价1.3亿港元 卖掉内地的两家投资公司 及旗下的担保公司 该比买卖总计亏损 超过300港元 卖资产 2021年2月26号 广泽国际 一口气将旗下广泽地产集团 全部股权卖掉 作价1.2港元 公告中 对该作价提出的理由是 广泽地产集团 净资产为负 财务状况及经营条件 均在恶化等 什么意思呢 现在把广泽地产集团 送出去了 1.2港元吗 送给人 但是为什么这么便宜 送出去 是说这家公司资不抵债 能送出去就不错 实际上跟着记者调查 这个广泽地产集团旗下 一共有三家全资子公司 都在吉林市 持有可出售的住宅和商业单位 而且其中一家公司 还在吉林的一个楼盘 付了一笔押金 一共有48,915平方米的 山住单位 以及344个停车产 所以有这样的优质资产 作价1.2元 把它卖掉 这个给人感觉这是利益输送 如果仅仅通过卖家 怀疑利益输送 掏空这个商业公司资产 这个证据还不足 但是你要知道买家 谁花了1.2港元 把这个资产买走 你就知道 他肯定妥妥的是利益输送 那这个买家是谁呢 根据清流工作室 独家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 这笔资产的买家为中贸商务顾问 有限公司 其股东是香港应非地夫贸易有限公司 而这家贸易公司只有一名董事 叫杜金龙 而这个杜金龙就是989实际控制人 崔心铜的亲属 简单的说 崔心铜把这个989这么多物业 还有停车位等等这些资产 以1块2的价格卖给了自己亲戚 实际上就是掏出来卖给自己了 1块钱就把这优质自然剥离出去了 那这个鼎一峰拿到这个989干什么呢 一篇2022年的宣传稿件显示 鼎一峰投资建设中国长白山龙石骨项目 总占地面积114公顷 计划总投资55亿元 此外鼎一峰还宣称在长白山 投资东方震荡青长湾项目 总投资62亿元 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及休闲旅游文化为一体的 山一街 根据媒体报道啊 这些高大上的投资项目 是隋管义向信徒敛财的重要说辞 此前2023年 深圳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办办公室 已经两次对鼎一峰相关业务 进行过风险提示 以长翼投资法等吸引投资人 认购鼎一峰关联主体的原始股 或期权存在非法集资风险 从2023年8月开始 鼎一峰已经开始兑付危机 所谓的就是爆雷啊 本金和利息难以兑付 鼎一峰又开始推行 所谓的数字期权转型 被认为是二次诈骗 最后啊 这个清流工作室啊 发出了疑问 说啊 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 声名赫赫的妙可兰多家族 究竟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那言下之意 作者就认为 恐怕隋管义通过妙可兰多洗钱 把这些钱洗出去 变成他的合法收入 这是一种合理的怀疑 这个隋管义啊 他这一套言花了乱的 这个资金大转移 以及他的什么 产业投资法 去圈钱 现在爆雷 这说明什么呢 所以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这就是开篇说的 这个骗局啊 大家都知道啊 尤其是P2P啊 很多公司爆雷以后啊 实际上每个投资人 都被上了一步 我相信啊 所有投资理财的人 实际上他都知道风险 不会那么轻易上当 所谓的 你盯着别人的利息 别人盯着你的本金 这个大家都懂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呢 换种说法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隋管义 这样的人去圈钱呢 去骗钱呢 他为什么能骗到钱呢 实际上告诉大家 现在你靠生骗 你承诺别人 百分之一百五的收益 年化百分之四十的收益 这些 大家都知道 高风险高收益 知道你这个是骗局 想骗钱没那么容易 无论你前面包装 这什么产业投资 还是什么投资 不会那么容易 轻易的上当受骗 现在上当受骗无非是他后面一个好的故事 所谓的项目 隋管义啊 他如果说他在 仅仅说你把钱投给我 我一年给你百分之五十的回报 三年百分之三百的回报 谁会信呢 没有人会信的 但是隋管义讲了个故事 他在禅白山的脚下 对吧 那个地方有帝王之气 对吧 如果在那修行 在那拥有一套房子 那是何等的 这个叫圆满 长意投资嘛 那是多少人的梦想 如果我们在那开发个地盘 一个项目 那得赚多少钱 多少倍的升值 所以他就包装一个故事 在那拿一些地 但是如果仅仅讲这个故事 似乎还担保了一点 信众未必能够上当 所以他就需要一些 华丽的外衣 你比如说通过山珠公司 得他收购山珠公司 用山珠公司在当地投资 这个故事就更加丰满完美 这就是隋管义啊 他去控制很多香港的山珠公司 拿香港的山珠公司 那就是外资 港资啊 对吧 那是各地招商引资的 一个KPI指标啊 你拿着港资这个身份 到白山去投资 那地方政府是另眼相看 会更容易的给他批地 他再讲个故事 他就能拿到地 拿到地 这个反过来再去欺骗他的信众 你看我这有地 有山珠公司 我有宇宙能量 咱们长意投资 你看他这个故事 就能够闭环 就能够衔接上 这样的话 他的信众才会上当 实际上这个骗子 按他们的骗数的高明程度 按他们欺骗的对象 可以分成三个等级 最高明的骗子 骗的最多的 实际上是骗政府 第二等的骗子 是骗金融机构 第三等的骗子 才是骗这些 相信他的 这些广大的投资人 这些信众 这些普通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等骗子是骗政府 怎么叫骗政府呢 这样的骗子我见得多了 吹自己有个什么项目 或者有什么专利 或者是能引进一个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 比较火的芯片 有多少公司拿着芯片 这个故事 骗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就会给他地 首先第一个 地非常便宜 然后他拿着这个地 再去骗银行 甚至地方政府 为了促进这个项目 还会给他一笔 什么基金 叫引导基金 或者叫先导基金 什么什么产业发展 引导基金 这都是地方政府的 通过地方政府 这个投资平台 给出来 有了这笔基金 再去银行去套取 银行的贷款 空手套白狼 它的对象是政府 所以你看啊 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 很多这样的 各地的芯片产业园 芯片那些什么公司 统统的都黄了 骗不下去了 他们就是骗政府 这是第一高等的 高明的骗子 这个就以 雨后春笋般 冒出来的那些芯片公司 号称 它可以从荷兰 搞一台什么样的 光刻机来 甚至可以把台湾的 谁是谁叫来 地方政府当然喜欢的 这么好的事情 这要举国体制啊 这么好的事情 落到我们头上 能不重视吗 给钱算什么 给地算什么 所以说这是一流骗子 二流骗子 骗金融机构 骗银行 这个就多了 前不久啊 这个 有世界同王 生育的 王文尹呢 被媒体爆出啊 他和他的 郑威集团 拿在贵阳市中心的 16套房子 做抵押 向贵阳银行 贷款16亿 借款期限三年 结果现在 三年期到了 贵阳银行 找他还钱 人找不着了 消失了 联系不上 这个民眼人一看就知道 贵阳市啊 你什么房子 一套 能抵押贷款 一个亿呢 他16套房子 贷出16亿 平均一套房子 一个亿 那按照 支押率 70% 那这房子 相当于一套房子 两个亿 大家就怀疑了 你贵阳什么房子 一套支两个亿啊 北京好像也没这么贵的房子 所以啊 二流骗子 骗金融机构 把金融机构给骗了 房子压给银行了 现在你人找不着理 房子你随便处理吧 16套房子 怎么可能处理出16个亿出来呢 银行肯定要吃亏啊 虽然银行说啊 我还压了他股权 但是大家知道 这种公司 民营企业的股权 刚才 鼎一峰 收购的那个叫什么 989 对吧 他下面的股权 都是一块钱卖掉 你说他值钱就值钱 你说他不值钱 他就一分不值 所以二流骗子 骗银行 只有三流的骗子 骗这些投资者 就是鼎一峰的 实际控制人 隋管义 宇宙能量大势 对吧 他通过这个 邪教般的洗脑 来给这些信众洗脑 禅意投资法 完了之后再讲个 似乎啊 能讲得通的故事 对房地产不了解的人 很容易上那旦 受到骗 在他描绘下的 白山式的那些房子 长白山脚下的那些房子 恐怕是不能拿金钱了衡量的 因为他动不动 就是宇宙能量了 那个地方宇宙能量强啊 是钱能衡量的吗 但是你要讲这个 政府信不了啊 银行机构也不信 所以只有这些 普通的投资者信 说到骗政府 骗银行 咱们不能不提到一个 牛逼人物啊 因为姓王的 王静吧 我没记错的话 大家自己可以百度一下啊 他不就是差一点 把这个乌克兰的 叫马达西奇公司 给买下来 大家知道啊 这个大国缺什么 缺发动机啊 航空发动机 结果这个马达西奇是乌克兰 甚至现在世界上 比较领先的 先进的发动机制造公司 这个王静啊 他通过他下面的一大堆公司 什么天交公司啊 要去收购乌克兰的 马达西奇公司 搞了这么一个骗局 骗银行 骗地方政府 现在还搞成一个 辩证乌克兰欠咱们钱 乌克兰毁约 很多黄鹅叫嚣啊 他就不说 王静这个人就是个骗子 对吧 他的什么天交公司 就是个壳 他的骗局啊 我以前介绍过 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这个骗局实际上并不高明 他就是利用了 他在国内资本市场 但是这些股民无知炒作 喜欢跟风 但是他在A股控制一家商业公司 叫信威集团 王静啊 他在重庆搞了个天交 什么马达西奇 航空发动机公司 在北京搞个什么天交 什么什么产业园等等啊 他通过一纸异项书 他先成立一个什么壳公司 找到一些富豪投资 都是异项啊 没有钱 然后拿着这个去乌克兰 说要买下马达西奇的股份 骗取了乌克兰的一些 同意出售马达西奇股份的这些批文 或者是公司董事会的意象书 王静啊 再拿着马达西奇同意出售的这个意象书 再回到重庆 骗地方政府 要在重庆搞一个乌克兰专家产业园 或者是什么航空发动机产业园 地方政府一看这个假不了 所以又给地又给钱 刚才说了 先倒产业基金呢 赶紧上呢 然后王静拿着这个地和这个钱 再去银行贷款 这就是空手套白狼 他再放风啊 这个航空发动机公司 最终是要注入山人公司 信微集团 所以信微集团的股价就暴涨 暴涨 那么王静 他就可以通过质押他的股票 可以贷款更多的钱 或者是减持 他的股票 可以套现很多钱 或者是通过增发 又可以圈更多的钱 因为他股价很高 有了这个钱 他再赚出来 收购公司 再回头去乌克兰 跟人家去谈收购 你看看 这一圈统统的是在玩 空手套白狼 最终啊 人家乌克兰人发现了 他根本就没有钱 也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人家终止了这个合作 认为这是欺诈 当然了 有人解释为什么呢 解释是美地 美西方 不让乌克兰卖 害怕中国控制了 马达西奇公司之后 就会怎么样 这个纯粹是意象 当然美国 恐怕也是不愿意 马达西奇落入中国人手上 但是啊 当时的乌克兰 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技术 什么流入中国的顾虑 大国 很多发动机 对吧 甚至航母 这些技术 都是从乌克兰来的 乌克兰人很明白 这个可以换钱 他缺钱 他需要这个 你只要有钱 他就卖 不卖的唯一理由 唯一原因就是 你没有钱 你想骗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已经卖了很多技术 给中国 乌克兰有很多专家 就在中国工作 现在乌克兰也是中国 这个发动机出口的 第一大国 要从武器来说啊 中国进口乌克兰的 是排第三了 如果乌克兰不卖 你能买这么多东西吗 对吧 乌克兰不卖 什么天交公司 这马达西奇 纯粹因为他就是个骗子 我这么一说 大家就明白了 实际上 很多民营企业家 尤其是那些 莫名其妙 突然冒出来 说产业 没什么产业 最主要的是 他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只要没有核心技术的 这些民营企业家 突然冒出来 成为首富 成为什么一方面的 一个大拿 这个大家就要警惕了 十有八九是骗子 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你作为一个区域的 或者某个细分行业里面的 做得不错的 民营企业家 这是有可能的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心情管理 你踩准了一个市场 你一下赚了钱 这个可以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 这个行业的 或者全国的 一个首富 或者一个大拿 这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皮酷 掏面酷 必有缘故 主要是靠骗 你想你没有核心竞争力 你没有什么核心技术 你凭什么 就能做这么大 因为一旦你规模 有一定的知名度 你的利润不错 大家就会模仿 因为你没有核心技术 你就是模式而已 你没有互生核 大家都会尽一下模仿 去竞争 你就不可能做得太大 市场就会 马上被别人占领 刮分 而且开始卷 利润越来越低 卷到最后 扛不下去为止 因为大家都是 同质化竞争 没有核心竞争力 没有互生核 所以你回头再看看这些 什么世界同王 什么姓威集团 什么禅意投资 顶一锋 一个一个的都是骗的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稀奇的 以后大家只要发现 这个企业没有核心技术 那这个企业就很值得怀疑 所以我们说 这个骗子横行 骗普通投资者难 骗机构更难 那骗政府呢 但是依然还有大量的 银行被骗 大量的地方政府被 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企业 民营企业 所谓的进步期推销 它这个泡沫是吹出来 有的骗完了之后 侥幸没有爆雷 感觉是改邪归正了 上岸了 但实际上它底子很弱 所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经济稍微有点波动 它就爆雷 所以在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下 很多靠吹靠骗 洗白上岸的这些企业 恐怕纷纷都要爆雷 现在是海水退去 谁在裸泳会一目了然 在斩潮的时候 很多人靠一些外门邪漏 靠一些手段 积累的这个产业和这个资产 在海水退去的时候 退潮的时候 伴着海水退潮 它要瓦解 要崩溃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